欢迎收听玄幻多人剧《傲风》 作者 风行力 第1269集 普鲁墨 你也吃我一招 随着一声冷喝 星星点点的黑白光辉再现 这一次却是聚集在远方的空中 在真神后退路径的正上方 凝成了一把黑白巨剑 真神感觉到头顶的能量波动 仰头一瞧 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刚才和赤对撞过 她的身体也陷入了麻痹状态 现在同样动不了 云青红这个时候对着她来一下 正可谓是趁你病要你命 在见到云青红的时候 她就吃到不妙 这次轮到她眼睁睁瞧着自己被攻击 却毫无办法了 云木峰 你这无耻下流的混蛋 又来坏本尊的大事 本尊迟早活寡了你 真神咬牙切齿地骂道 一双眼睛死死盯住云青红 那份凶狠比起刚才看到傲锋时更甚 你有这本事吗 本座手上你什么时候讨过好 云青红不屑地悠然一笑 面色一沉又倒 再说了 这次可不是本座坏你的事 而是你来触犯本座的底线了 谁准你动傲锋的 敢对傲锋出手 就要有死的觉悟 什么 真神一愣 似乎明白了 惊怒的目光再次向傲锋寡来 原来她是你的 少说废话 受死吧 天上的巨剑已经凝结完毕 云青红也不迟疑 眉峰一挺 手掌一翻 毫不留情地向下一挥 谋神奥义 无上裁决 光暗巨剑轰然插下 像钉苍蝇一样 把真神钉在了下面 直落九霄般的巨大冲击 将那片虚空都斩出了一道大裂缝 你们给我记着 本尊和你们没完 愤怒的丝毫声中 真神已经被光芒吞没 浓烟滚滚 尘土飞扬 一圈圈的能量波纹散发出来 带起的刚风 不在方才斥和真神的碰撞之下 场内众人又被吹得一阵七倒八歪 晶体破碎的声音响起 空间一阵摇晃 地煞大阵也终于顶不住了 本来这就是仓促之间布置的阵法 功能范围很小 阵机也不是那么牢固 在两场顶尖强者对决的力量肆虐后 就这样被以利破桥 破裂开去 头顶的天空如镜子般片片碎裂 重新露出皎洁的明月和星空 暴风吹向山剑 奏出一片鬼哭狼嚎般的乌叶 地上不断涌出骷髅大军 被这一击全树吹飞 连山道上方突然出来的峭壁和微崖 都被这一击全部抹平了 冲击过后 世界终于恢复了平静 真神也就此销声匿迹 再也没有了踪影 看着前方黑白巨剑消散后 大地上那条长得看不到 尽头的恐怖伤痕 刚爬起来 定了定神的众人 又忍不住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破坏力太夸张了吧 青红这小子 现在变得好生猛啊 一直听说青红陛下的威名 说他两百年前 就在众神之巅与真神交锋过 原先我还有点不信 现在看来 确实见面更甚闻名啊 幸好青红陛下来得及时 总算度过这次危机了 不管是以前 有没有见过云青红的 都被这一下震撼到了 没有和真神对战之前 或许他们对至尊强者 还没什么概念 真正打过就知道厉害 他们三大军团 外加一群顶尖高手 几乎被真神团灭 对其汉猛深有体会 但现在真神 却被眼前这个男人 给一招轰杀了 真神死了 大家都觉得恍恍惚惚 似乎不太真实 傲锋也感到很不可思议 惊讶地盯住云青红 仿佛在看一个禽兽 恶然问道 青红 你就这样 把那个真神给宰了 你 你这也太逆天了吧 云青红也转过眼来 看向他 却是轻笑着 摇里摇头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你辅助赤血陛下那一击 让他失去了行动能力 那也是关键 和我们三人之力 才能灭掉他 但真神 并没有真正死去 你没有听他 刚才还在喊 要和我们没完吗 如果就这么容易被灭掉 那 他也不可能统治诸神那么久了 事实上 布鲁默是诸神 最难烧死的人 我们 只是暂时击退了他而已 啊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有分身之能 云青红 沉声说着 神情 透出几分凝重 这件事情 我也是直到今天才能确定 还是你让他 暴露出来的 我 不错 这个改道计划 是你的主意吧 云青红 对他点点头 继续解释着 因为你的计划 布鲁默暴露了行程 为了追杀你们 今天他现身两地 这在诸神几乎是不可能的 连星辉那么强的空间能力 都无法在一个下午 从清灵城来到这里 布鲁默 他的空间操控不如青灰的 就更不可能做到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还有别的分身 我和布鲁默 接触较多 以前我就察觉 他有时候不一样 主要是 体内的力量性质不同 我推测他 应该是有两大分身 一个擅长肉体力量 一个擅长精神力量 还可以合二为一 那种状态下才是 他在诸神最强的战力 刚才那个分身 并非他的真正实力 刚才那个真神 只是个分身 奥峰听得瞪大眼睛 众人也都是一副惊讶之色 把他们集体横扫 差点要了奥峰性命的家伙 居然还只是一个分身 那真神的本体 该有多强 对 不但是分身 而且只是投影体的分身 布鲁默的本体 其实并不在诸神 云青红再次点了点头 接着向他们揭秘 诸神大陆 有魔神结界守护 不允许外来至尊进入的 只能以投影的方式 降临此地 就像当初诸神强者 降临光芒大陆是一样 我这个身体 其实也是投影体 本体仍留在地狱 我的本体实力 也超过了至尊 但修为 还是没有布鲁默高 投影体的实力 远逊本体 来到诸神之后 能量等级 都被压制在大君王巅峰 我们这才能与他抗衡 在诸神大陆战斗 我们占了很大的便宜的 即便如此 他的真正战力 还是比我们强 就如懂得法则的君王 远胜普通君王 他对法则的掌控 也不是大君王可比的 他还和一般降临者不同 常人只能弄出一具投影 如果不信 身亡死了 就是死了 他却有天赋分身之能 一个分身 不死灵魂就不灭 哪怕我们杀死一个 他也能很快 再重新塑造一个出来 只要他小心一点 几乎就是不死之身了 这么难查 四下里 一片面面相去 人人心中发凉 这才明白 真神的可怕 这就是一个 拥有超强战斗力的 打不死的小强啊 怪不得 刚才真神只是愤怒 却并不惊恐呢 原来 他根本没有受到 本质上的伤害 的确 只是被暂时击退罢了 真神 果然是真神 手段诸多 能力诡异 难怪会成为 诸神最大boss 傲锋也是深深吸气 心情沉重 这个敌人 是真的很强大 很让人头疼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下集权 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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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